瑞翠乡富民部落陈志才和武塞夫妻两个人 以有机方式栽种有机柠檬 但是因为不懂的行销 家上没有自信 因此始终都自愿降低价格来贩售 而出生国军宪兵的女儿 她觉得很舍不得 除了自学农产加工之外 还透过网路行销 为自己家里头的有机柠檬 开拓另一个产销深入 透过镜头来看看武塞柠檬汁的故事 瑞翠乡富民部落的武塞 用亲手栽种的一整颗有机柠檬 再加上水以及炼乳调制成的柠檬汁 有点酸有点甜 更有浓郁的柠檬清香 不仅征服大人挑剔的嘴 就连小朋友也喝得津津有味 阿美族名叫阿妞的林毅如 因不舍双清心情栽种的有机柠檬 在不安行销及缺乏心情之下 自愿降低价格贩售 因此四年前从县兵制愿意退役 返翔帮忙 由于坚持有机栽培柠檬 严格的品管再加上社群粉砖用心经营下 乌塞有机柠檬汁在花东各大小市集 也逐渐打出知名度 有了女儿的帮忙行销 双清对于自己有机栽培生产的柠檬 也有更大的信心 之前我女儿一路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行销是不懂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 不会那个网络啊什么电脑之类的 有差啦 放个方式去栽种有机的柠檬 然后这样一直慢慢种下来 身体也不错 相对的你做有机的 下述又是自己做的 以往投笔从容 为保家卫国尽心力的阿妞林毅如 现在卸甲归田 卸助双清经营管理有机柠檬农产业 她除了感谢各界亲朋好友 地方明代的支持协助 也希望透过无塞有机柠檬汁的农产品 让消费者都能品尝得到 双清所栽种的有机柠檬 那一份健康酸甜的好滋味 记者时遇蓝瑞瑟采访报道